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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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随着盲种的到来 我国从南到北 许多地方都进入农盲季节的高潮 可是盲种时节 农民们都要盲些什么呢 俗话说 盲种有三盲 一是盲下收 农民要在这个关键时期 对小麦等作物进行抢割 抢印 抢脱力 以防天气突变 给农作物带来的危害 二是盲下种 大种作物要赶紧地播种插秧 才能取得较高的产量 三是盲下软 盲种节气之后 雨水渐多 气温升高 许多作物要追肥 补水 除草 防病治虫等管理 这三盲 不但时间紧迫又很为关键 让农民朋友 犹如虎口夺粮 龙口夺食 虎口夺粮 龙口夺食 就是双抢了一个季节 抢收抢种 捕龙食 春子日 夏春时 这个食是非常重要的 它不是一天的问题 上午跟下午的时间都不一样 所以它特别强调 在福建省张州市的晋水村 客家人张红芬家这两天 就非常的忙 因为忙种一到 自家的青梅 也到了采摘的世界 青梅树树枝散开在四周 但树不高 因此在采摘时 人们都要弯着腰窄 一摘就是一天 现在这一棵梅树我们这有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人在摘 有的在上面摘 我们负责摘下面的 感觉现在完全被这整个一棵树包围着 这个四周全都是它的树枝 这边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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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这摘 终于可以把腰直起来一点了 哇 这加起来得一百多斤 一百多斤吧 青梅具有增进食欲 促进唾液分泌 改善胃肠道的功能 但直接使用青梅实在太酸了 很多人都接受不了 于是当地人就想尽办法 利用青梅的优势 让它的酸变成养生的法宝 旺梅止渴 为什么中医认为酸肝是化阴的 我们的这种口干口渴是因为阴液不足 如果要是这些酸味的食物 或者肝味的食物一起 我们就可以转换成我们身体的精液 然后就可以缓解我们的口渴了 早在三国时期 就有青梅煮酒论阴形的典故 为了让难以入口的青梅发挥作用 许多客家人都喜欢将青梅酿成酒 俗称煮煤 同是客家人的张灵珠 就是煮煤界的高手 这一坛梅子酒的比例就是9斤梅子 12斤冰糖再加30斤酒 梅子冰糖酒的比例很重要 但是放这三样的手法更重要 放一层梅子放一层冰糖 每一层青梅和冰糖各放多少都要称重 青梅的酸味很重 得用大量的冰糖来调味 冰糖必须得是大块的冰糖 往毯子里放的时候再冲碎 梅子和冰糖都放进毯子里了 最后倒入自己酿的米酒 张灵珠说 泡梅子酒的工具也很重要 酒是劣性的物质 所以不能用塑料的瓶子来泡酒 用这种老式的酒坛最合适 盖上瓶盖 把酒坛放到阴凉闭光处自然发酵 每隔几天还得把瓶盖打开 搅拌一下梅子和冰糖 三个月以后梅子酒就可以饮用了 那过去的酒可能是要喝 比较温馨的酒 它要煮一下 就像黄酒嘛 对味的养护是有好处的 作为一位酿酒高手 张灵珠在当地名气很大 许多人慕名而来 来买他酿的青梅酒 如果你不喜欢喝酒 也可以跟着我们的编导小丽 一起去山东 学学盲中时节的一道 简约而不简单的节气美食 苦菜包 跟着节气做美食 小丽这次来到了山东荣城 跟着我们这个王大姐来学一道 王大姐非常擅长的包子 这个馅有什么特别的吗 山木渣 山木渣 山木渣是在山里生长的一味野菜 它的样子虽然普通 但却营养丰富 维生素C以及微量元素含量很高 我看这山木渣 我刚才尝了一下有点苦 感觉熟了就不苦了 焯一下就不苦了 熟了味道非常心美 熟了以后就味道特别好 山东的包子很是出名 不知道王大姐在火面时 有什么诀窍呢 第二步做包子馅 先把山木渣焯水 焯完之后过一遍凉水 这样可以使得蔬菜的颜色更鲜亮 口感也好 然后把山木渣 萝卜丝 猪肉 姜还有大葱都切碎 放入调味料搅拌 第三步就是做包子皮 直接我们王大姐很麻利的 把和好的面搓成条 分成大小均匀的面团 按扁 然后用擀面杖擀圆 包子皮就做好了 在这里王大姐喜欢将圆圆的包子 包成饺子的形状 本来还挺擅长包饺子的小丽 却在这个大饺子面前 不知道如何下手了 明明是来山东学包包子的 到最后我又包成了饺子 包子有用不在这上 怎么包都行 都可以啊 您太会安慰人了 最后一步就是把包子上蒸锅 此时王大姐用玉米皮来当蒸布 据说这样做既不让包子 既不让包子张锅 还能让包子有一股浓浓的玉米香 二十分钟后 这道极具香土气息的盲重美食 苦菜包就上桌了 这道苦菜包虽然看似简单 却是王大姐所在的村里 非常受欢迎的一道夏季美食 我先吃一个 您也吃 我尝尝我吃 不知道您学会了吗 食语急忙重 四野皆插秧 家家卖饭美 处处林歌长 这段出自陆游时雨的片段 充分体现农民在田间地头的忙碌 而东风染近三千寝 白鹿飞来无处停 这句古诗 也很直观地向我们表达了 这个节气中的有趣景象 央苗的荡漾 那个白鹿都远远地飞来 之后找不到一个停脚的地方 预照着一个未来的 一个丰收的一个景象 在湖北省安诗市盛家坝 许多村民已经开始忙着插秧 这里的大米有着贡米的美誉 忙重来了 稻田也热闹起来 老话说人物第一时 地物人一年 因此这里的村民早早都下地插秧了 在这逐渐炎热的天气里 插秧绝对是考验着农民们的速度和耐心 我们每次拿一根到两根 譬如说这样大的 就只要拿一根就行了 大的大的 这样小的就需要拿两颗 两颗插一起 然后它这个手型 你看这是空的 这两只大拇指和食指握住羊苗 握住羊苗的根部 然后手型要空出来 然后这三根手指 我们插下去的时候 我们插下去的时候 这三根手指就自然地 一下去 这三根手指自然地 扒开一个羊窩 把泥给怼开 把泥扒开一个羊窩 然后起来的时候 再 再怼一下 怼一下 就把泥 怼回来 曹道波不但是插秧高手 还是一个抓鱼高手 在自家的稻田还没插秧时 老曹都喜欢先抓点美味回家 这叫扇鱼 扇鱼 就是黄扇是吗 抓了多少 还是不少呢 六五多 那没有多 这位大哥抓的多 对 这个手 有点啊 它好算是 雪鹅总怕它咬我 虽然它不咬人 它特别有劲 我抓住 我抓住 不对 哎 不行 我那个手 我要给摄像看 你看一下 这是我抓 好了 抓掉了吗 啊 啊 大哥太扭了 被我放口的黄扇又被抓回来了 大哥你太大了 黄扇越大 越大越黄 越黄 要说假好吃 大的还不好吃 大的不好吃啊 小的肉质鲜嫩 一般来说 从盲种开始 一直到十月份 都是黄扇的高产期 尤其是六到八月期间 黄扇最肥美 不但肉厚刺少 味道非常鲜美 但是我们都知道 黄扇表皮滑如泥酒 要抓住它 可是不容易啊 一般来说呢 那个 它喜欢 它是那个鞋局的 喜欢钻洞 钻洞 我们在抓它的时候呢 主要就是看 什么地方有洞穴 有冒泡的 然后呢 那个水都是清的 那个泡 冒泡那个周围是浑的 啊 就可以断定 是那个扇植在东西里面摆尾巴 嗯 可以去抓它了 哎呀真不小啊 真大真大 跟我比的 我抓的就这么细 用这个中指 然后中指 很快的下去把它抓住 黄扇喜欢在水分充足的稻田里和小河中 而黄扇之所以在盲种时比较肥美 也是因为这个期间也是梅雨时节 时气加重 可是这样的天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 就会有些影响了 到了盲种的这个节气呢 我们天气开始逐渐逐渐的热了 然后我们感觉呢也会出现一个口干呀 口干舌燥特别想喝水的这种状态 那这个时候呢 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燥热伤音的这种情况 那我们呢还是比较主张 让大家呢尽量的多补充水分 忙种一到天气逐渐炎热 这也使得人们经常会感到食欲不振 吃东西后未容易出现脏气的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在饮食上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唐代的中医大家孙思淼的那古籍当中呢 就记载 到了这个时候呢 就要吃一些轻轻甜淡的制品 不要吃特别味儿过重的 比如可以用这种大麦小麦啊 或者精米啊 这种甘甜呢 然后能够养阴的这样的食物 来调理我们的身体 我们号称金元寺大家的周丹西呢 在他的古籍当中呢也有记载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吃 也是要吃一些清淡的食物 以这种瓜果啊 蔬菜为主 少吃肉食 因为肉食呢 会容易滋腻我们的这个脾胃 容易爱胃 爱胃的情况下就容易生湿了 那这种生湿 对我们鼠肉是非常不利的 既然这个时候人们会感觉到食欲不振 脾胃不佳 我们可以跟着广东省云福市新兴县的郑大姐 学做一道芒种养生汤 来调理一下自己的身体 我看你刚才给我准备了好多这个东西 这东西什么呀 有树根 你看还有草 这个小小 这个红枣我倒是认识的 你说这个树根 然后这些东西我看起来好像好奇怪哦 这个是包那个青叶曲心那个 九龙墨 跟这个白饭子 跟放一点点红枣 哦 这个东西叫九龙墨 是是 这不就是树枝 是 这是杀杀我们自己产 哦 这是一种草药叫九龙墨 是是是 这我得疑问你 因为这里面我有好几个都不认识 也不认识 这个黑豆我认识 然后这是红枣 这是枸杞 这是橘子皮 是橙皮 橙皮 这是姜 这片 这片我都认识 盛仙我都不认识了 盛仙哥是什么呀 这个是那个穿风 这个全部放在一起 这是姬阴湖那个什么 姬阴湖肾 哦 这个是什么 白纸吧 这个白纸 这是白纸 这是白纸 在这边家家户户都会煲汤 如果一顿饭没有汤 对他们来说 就会食不下咽 这样的说法一点都不夸张 根据不同的节气来喝不同的养生汤 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很好的顺应节气的变化 忙中虽忙 但对于大家来说 在这个节气里 我们如何顺应自然变化来健康生活呢 忙中后空气中的湿度会增大 昼夜温差高低变化明显 很多人会感到关节酸痛 这个时候不妨站起身来 跟着我们一起做一套节气养生操 到了忙中这个节气呢 大自然已经是非常热了 那么在忙中的这个时候呢 我们人体也是气血要到达毫发末端 然后促进我们身体的这个排汗啊 散热呀 然后同时呢 这个气血啊 只有到达这个最远端的时候啊 它也是能够更好的回流的时候 通过一些我们忙中掌脱天门式 这样的动作啊 帮助我们气血能够更好的 一个是对外的进行气体交换排汗散热 同时呢 加速我们体内的气血的循环 新陈代谢啊 其实这样的循环的过程 让我们的阴液 让我们的血液 能够更充分的利用 起到这种滋烟补水的作用 那下边我们一起来练习 忙中掌脱天门式 两脚并拢 头正紧直 松静站立 两膝微曲 左脚向左打开 同时 两手指远伸 两臂侧起 中指带动 将两手指翘立 手指向回勾 掌根呢 向远推出 然后 保持掌根向远推出的姿势 掌根向远 向上推 然后 哎 两掌 把脚跟也带起来 脚跟提起 动作略停 手指往回勾 掌根向上 脚尖向下 然后 脚跟下落 保持掌根向上提的姿势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身体上下 得到最大幅度的拉伸 抬头 转手指向后 推放松 然后 手指向左右打开 两手伸行 还原 下落 左脚收回 那么我们这个动作呢 手指向上 练习 练习的是这个 手指的这个 手掌的音精 哎 那么我们在这个节气的时候 练习音精 还能够起到这个滋音的作用 那 我们练完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因为身体出汗了 天又比较热 注意补充一些水分 还能够更加的适应这个节气的这种变化 那么我们这个动作呢 叫掌托天门式 那什么叫天门呢 我们比喻成 就是我们人体最高的这个位置 我们将两手向上撑的时候 就好像在上边打开了一个门一样 但是在做这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是要求 头向上顶 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呢 通过这个前额 然后向上 然后注意到我们两个掌根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人体 人体的气血 人体和自然界的这种交换 也是比较充分的 那在我们掌托天门的时候 脚跟也是提起的 然后脚尖向下踩 那手指呢也是在最高的地方 我们人体上下形成对拔拉伸 也就是说自然界 这个热气呢 已经充满了整个空间 不光是在这个太阳底下 还是这个 有这个阴凉的地方 那都是非常热的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 盲重掌托天门式 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人体的气血也是 都充满到了这个 整个的身体当中 那下边呢 我们还在一块把这个 盲重掌托天门式 我们再来一起练习一遍 我们再来一起练习一遍 反窗向 盲重掌托天门式 一左一右为一遍 一天练习五到十遍 也就是五到十分钟左右的时间 只要练到两三分钟 身体就会微微的出汗 在这个节气 我们出汗 也是一个很好的散热 动作略停 脚跟下落 抬头 转手指向后 侧身 右脚收回 两臂还原 我们为了滋阴补水 我们还可以练习一个搓腰的动作 就将两手放在腰部 然后用我们手指的掌心这个部位 掌心 中指 这个自然握拳的时候 中指剪刀的部位呢 是劳工穴 用这个部位呢 还对着我们的腰眼 然后呢 上下的搓动 上下搓动 这个向上向下的这个幅度 尽量的大一些 然后这个速度呢 由慢到快 然后这个动作呢 要练习几十次到上百次 来把腰部搓热 搓热了以后 我们停下来 然后感觉到 手的热量 还在缓缓的向内传导 我们说这个腰部 腰为肾之腹 腰这个部位呢 也是这个肾疏啊 腰眼啊 都在这个部位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动作 还能够让热量 我们手的热量 还有搓腰的这个热量 缓缓的向内传导 来温暖肾水 来使肾水不寒 这样的话呢 还能够很好的起到这个滋阴 补水的作用 这就是盲重 一个在忙碌中期待收获的时间 也是让我们在汗水中感受智慧生活的美好时光 对中国人来讲 盲重 它意味着说 你要抓住那时机 你就会有丰收 如果时机抓不住 就错过时机 你就不会得到收获 所以说 它提示我们说 在关键时间点的时候 抓住关键时机才是成功的 保证 无论是清梅酿酒 还是节气养生操 活在节气里的我们 都在从节气中学习着古人的智慧 能够研习好古人总结出来的智慧 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有滋有味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每天收看我们农业节目的朋友们 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您 记得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 点击发现摇一摇 摇TV 获得惊喜福利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请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 手机客户端 也可以登陆央视网查询浏览 欢迎观众观众和我们交流互动 我们会认真阅读您的每一条留言 今天节目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座被群山包围的小城 古雨之前 这里的人们在忙着与时间赛跑 我会一边摘一边吃 是什么让我们编导难以自拔 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了 目光都被他吸引了 又是什么让人不由自主的安静了下来 独特的喝茶方式 最原始的牙签 都是茶与人生活的印记 下期乡土走进西乡 敬请关注